来我们来看这道题 这道题问的是执行函数的时候的局部变量的存储 那么局部变量是不是所属函数是有一个相关关系啊 所以说执行函数是怎么执行的 局部变量是不是就是怎么存的呀 因为你局部变量是为执行函数所服务的 那么函数是怎么执行的呢 是不是后入先出呀 如果这个没听懂 我来举一个例子 假设说我们有三个函数 第一个函数是主函数是命函数 第二个有一个A函数还有一个B函数 在调用的过程中 在命函数之中中途调用了A 是不是这时候你在执行的过程中 命执行到一半就是执行A了呀 A在执行了一半 它又调用了B 那么我问你 当B执行完了之后 你应该返回A还应该返回命呢 是不是应该返回A啊 因为A还没有执行完 只有当A执行完了之后的那个结果 才是主函数所需要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执行顺序是不是 这是一个入的顺序 而出的顺序是反向的呢 你想要存储下来 你依次调用函数的过程 是不是这样存储的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后入先出的一个逻辑结构呀 那后入先出是谁呢 是不是站呀 所以说局部变量也应该使用站来存储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 就是这样的逻辑结构 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结构 就是这样的逻辑结构